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我們持續來討論到 紓困狀況 因為中央的地方 似乎又不同調 像是新北送出的 9300零件的紓困案 竟然是被衛福部退貨 說一度拒收 也因此被質疑說 難道是蘇貞昌講的話 衛福部不聽嗎 到底為什麼 其實整件事情 就發生在5月9號的時候 在PTT的爆料文 有一個小員工 他就說他是衛福部 憤怒的小員工 因為什麼 因為在母親節的時候 新北送了55箱 9000多件的紓困案進來 對 它輸了很多的量出來 結果他發現說天哪 一大堆是空白的 沒有填 亂七八糟 本來以為是送紙本申請案 還是要書面審查的 結果他還要重新 他就在抱怨 一直抱怨 結果這篇文 一PO上去之後 立刻沒多久就下架 因為他自己也被罵翻了 那一天 其實這個週末 不只是衛福部的員工 其實全台灣所有公所的員工 都在加班 不是只有他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謂的空白呢 衛福部的社工司長 他就說了 他不懂為什麼新北 要把資料送到衛福部 其他縣市別學錯誤的示範 千萬不要學 但真的是空白的嗎 我們剛剛有去問了一下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說 他們送過去的不是空白 為什麼有些東西沒有填 就在於說他們的過去 他們希望能夠掉財稅的資料 結果財政部提供給 新北市政府的資料 是去年一整年度的 一到十二月的薪資 薪資所得 等於說沒有今年一到四月的 對 並沒有今年一到四月的 所以這些東西空下來了 空下來幹嘛呢 所以根本就是他們也沒法填 對 必須要說 那我空下來 是由中央來去審核 因為當時是蘇貞昌 這樣子親子講說 中央來審核 那你送件 地方送件 中央審核 所以是這樣子來龍去脈 了解 不過沒有想到 現在包括新北市 跟衛福部都一度槓殺 而且針對這篇文章 其實昨天候宜宜也寫了一篇信 一封信要來給基層的公務人員 我們來看到這個信 他到底寫什麼了 其實他的主題是 甘三當一條信 照顧 趕口郎 不好意思 我台語沒有很好 但是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一起來照顧一些 比較辛苦的勞工 甚至他其實也說了 新北市從頭到尾 都是奉中央的指示來辦理 行政院說快速收件 中央審核這四個字 地方免責這八個字加在一起 其實似乎就是變成 地方政府主要的一個 刑事的依據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的 侯友宜這封信講的意思就是 中央審核地方免責 因為他是遵從誰說的 就是行政院長蘇貞昌說的 其實更早之前 我們回顧整件事情 大家紓困的時候 大家不是吵來吵去說 怎麼那麼麻煩 這麼麻煩 這個時候第一個 全台灣開票出來說 我扛責任是誰 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對 接著開第二槍的是誰 是桃園市長鄭文燦 結果這個時候蘇貞昌隔了一天之後 才召開記者會說 大家不用擔心 這些行政院來擔責任 結果行政院說擔責任 但是衛福部並沒有說要擔責任 等到衛福部整到 看到這個資料一審核之後才發現 天啊 怎麼那麼麻煩 還要提資料 是個很龐大的工程 所以說那時候衛福部 也不知道說這麼的麻煩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 行政院跟衛福部 有這麼大的落差 但是其實在這封信 我個人覺得還有一個 非常有趣的點 就是他是說 其實他們無形當中 拯救了各縣市的基層公務員 怎麼這樣說 因為你看看 所有這些資料 面對的審核的資料 其實也不是 不是侯友宜自己去審查 都是基層的公務員在審查 那你想想看 每一個人都會這麼誠實 把自己的所有的戶籍成本 戶籍成本 存款 存款 存款部都拿出來給大家看 那我可以故意 故意少拿 假設我有五個存款部好了 我拿一個錢最少的存款部說 我很窮 我需要貸款 對 那這種情況之後 一定是基層公務人員說 OK 他符合資格 看起來賬面上是符合的 對 看起來是符合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 其實對於基層公務人員來講 說他必須要擔這個責任的 所以說機方基層公務員 其實也蠻擔心說 我這個審核 到底要到什麼樣的標準 我要怎麼去查核 你想想看 我們這種資料是沒有辦法 權限是沒有那麼大的 台灣的護證系統 其實他是各自為證的 護證系統 護證系統 財政部有財政部的系統 所以一直大家都 各自為證的情況之下 是沒有辦法打通 這個人都二賣的 所以就看到誰可以把 這個人都二賣給打通 不過至於 其實後尾最後也提到說 大家擔心的責任問題 後尾也是一肩扛起說 不用煩惱 市長來扛 至於他到底要怎麼扛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因為一開始行政院說 地方快速縮見 中央審核 在這兩個大目標跟方向 我們徵召中央來扮理 後來衛福部又出來說明說 快速縮見以外 地方還是能審就要審 不管行政院或是衛福部 兩個說法怎麼樣 地方一定要以民眾快速拿到 紓困金為主著 所以市長一定負起責任 能審 快審 速審 今天一早已經開始 發放我們的紓困金一箍 我們會發送420份左右 所以第一批時間 其實新北市發出了420份 這是目前初步的狀況 但我們好奇的是說 就是我們剛講 新北市要送到衛福部 過了之後 其實才可以發這筆錢 但是其實上個禮拜 我們就討論說 台南其實早就發出去了 這時間差到底是差在哪邊 他們現在發的就是 急難救助金 因為急難救助金這筆錢 可不可以挪用到說 先緊急發到這邊錢 因為其實都是衛福部 那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台南發的時候 已經有跟衛福部說 我可不可以先用這筆錢去發放 其實這筆錢是已經 都到地方政府去了 所以等於說是 搶快先發出去 不過昨天也因為包括 這篇文章 還有衛福部的一些說法 其實昨天很多網友 也都制圖來針對侯友宜 就覺得說 他根本就是甩鍋給衛福部 包括其他縣市就是說 立刻拿到了 現場連線系統 新北市就說 其實他不查 當然這是網友做的一個截圖 必須要等3到14天 再來民意力量也就說了 侯友宜說紓困1萬元 從寬認定 還自己扛下了行政責任 結果竟然是把所有的資料 都給衛福部還強迫中央收下 難道就是我來扛 是這樣的說法 當然現在在網路上 有這樣的聲量 是不是其實也讓新北市長 侯友宜在昨天發出這篇文章 剛剛我們說的信 還有他接下來還有可能要 怎麼把這個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不滿的地方 再來收拾好 比較吊詭的是 昨天侯友宜已經說 他本來有6000多件送到衛福部 結果新北市本來說 好吧 那既然衛福部不審 送回新北市我們來審好了 但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衛福部次長在立法院 接受立委巡達的時候 他就說這6000多件 不用送回新北市 我們來審沒關係沒關係 但希望院長以後 把話講清楚一點點 所以說這方面最主要問題 是在於衛福部跟行政院 兩個人說法 彼此之間並沒有溝通好 所以就一個搶先說不了 然後一個就說 我們沒有要這麼樣去做 那比較吊詭的是 你看到這些 這些臉書粉絲專頁 都是泛律組織的 泛律組織的側翼 那所以說現在就有 國民黨的前立委陳學勝 他就說 他說為什麼現在侯友宜發生之後 所有的側翼 全都要攻擊侯友宜 最主要擔心 他們擔心什麼 擔心國民黨也會出現 第二個城市中 變成說如果讓侯友宜 爬起來之後 可能以未來以後 侯友宜就是超前部署 會以他為依歸 所以這個時候 要先把侯友宜給打下去 所以先瞄準 可能會出現的敵人 所以說這樣子 我們就把事情都清楚 比如說我們之前 原本大家都以為是 新北市跟衛福部 兩個在那邊瞧不攏 結果竟然是衛福部 跟行政院在瞧不攏 到底這句話是怎麼來的 我們先來聽一下 蘇貞昌當時怎麼說 有的承辦人員還哀了罵 民眾也不滿意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因為禮拜一 我講得不夠清楚 我領導這個團隊做得還不夠周到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要向所有承辦的同仁表示感謝 大家的幫忙 向國人同胞 我們給大家帶來一些困擾 表示道歉 所以我們快速收件 由中央來審核 基層免責 我是這整個團隊的領導人 政府是一體的 這一次這件事情 要由我來負完全的責任 好 地方免責中央審核 這八個字 剛剛大家其實都有聽到了 所以現在大家想說 其實蘇貞昌一開始講說 這5月7號的時候就講了 其實基層是不用負任何責任的 甚至他說他是領導人 會負完全的責任 這是蘇貞昌說的 怎麼對比侯友宜 結果好像中間 造成了很多人的誤會 對 你看侯友宜就5月11號 他今天就講 他說政院跟衛福部 只是不一才有爭議 不管說法如何 中央地方政府 一定是希望民眾 快速拿到紓困金為主軸 所以市長一定要負責任 所以能審快審速審 所以我想說這個小員工 是不是怪錯人了 可能就是要找到源頭 而剛剛源頭 大家其實從新聞畫面都有聽到了 不過現在從新北市 然後行政院中間這個衛福部 其實現在好像其實也是 蠻難做的對不對 包括在母親節 好多人從這圖上看 幾乎都在加班 然後臨時調派了133人 還有20多名的志工 通通待在辦公室裡 沒有辦法過母親節 為什麼 對 其實就是我們行政院長蘇貞昌 常常在講這句話 中央審核這四個字的時候 他講得太快了 他並沒有想到說 其實你要中央審核的時候 有多麼的複雜 這個工程有多麼的龐大 所以當所有的資料 各地方政府資料 全部都送到行政院 衛福部去的時候 人力夠不夠 一定不夠 這樣衛福部就完全吃不消了 完全吃不消 所以說陳時中就說了 事出突然 很多同仁本來都要返鄉看媽媽的 結果都回來加班了 有些明確的案件 第一時間要把它排除好 效果會更好 所以就是說 這邊有講到說明確的案件 但是地方政府送上去的 恐怕都是一些比較不明確的案件 像是一些資料不齊全的 需要調閱各種資料的 這種資料不明確的情況之下 都需要人力用人工的方法去審核的 所以等於說針對新北市的質疑 是不是衛福部長 其實也把這個球再打回去 因為他說新北市是有一點誤解的 他說所謂的中央審核應該是中央有 最後的最終審核權 但把審核的權利都給地方 所以地方審核如果沒有1億的話 就是不用送 所謂的審核怎麼又有分 最終審核跟初步審核 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剛剛有講了 你看上面寫說 地方審查無1億的就不用送了 但是新北市送上去的 就是有爭議的 就是我們說沒有那些財政資料 他就怎麼辦 其實剛獲新北 今天送去了420件的這個紓困金 已經先發了 這420件是非常有明確資料的 已經都OK 沒問題 所以立刻就發放 但是一些比較需要調閱資料的 比如說查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一些潛在的資產的 這必須要動用到政府地方 中央的一個職權才能夠調查的 所以就送上去 由中央政府來去做最後的審核 所以說這個認定上面 中央跟地方認定上 也是有點小落差 了解 沒有錯 真的是中央地方都有落差 不過衛福部現在也說了 早上就說 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了 6095件的資料建屋工作 然後也呼籲新北市要盡快的核定 不要辜負 他說不要辜負衛福部員工 犧牲假日協助的美意 但我就想問說了 這個其實大家都在加班 好像怎麼搞得 好像只有衛福部的員工 在加班一樣 因為在做這個審核工作 其實是衛福部 是最終的審核權 所以說衛福部的確人力 是沒有那麼多 因為說實在的 全台灣這麼多案件 全部送過去 其實中央的人力是吃緊的 所以他們也希望說 地方政府能夠自己先審核 先審一審 但是問題就是 你無法判定 你就沒辦法判定說 他到底有沒有 這個6000多件 比較好玩就是本來新北市說 好啦 不然我拿回來 我自己來審好了 反正我市長掛保證 我簽核就拉過了 結果衛福部說不用啦 你這樣子來往返很麻煩 我們弄 我們弄啦 所以這方面其實 到底誰要去做最後的簽核 也滿麻煩的啦 包括說侯友宜就講了 他說其實很多新北市的案件 其實資料都是不齊全的 不符合的 那現在的話侯友宜也說 那不然就放權好了 地方證 你們基層公務人員 只要覺得說這個是符合條件的 那有什麼行政責任的 我來擔 對 就是你先蓋章 先讓大家可以有辦法紓困